為了要關懷社區裡面的中央 幫中央他撤上他們的大腦宿殼 以後是在場 中央中央社區以前基盤都有的活動 邀請你來中央大家一起吃 中央是生桌遊玩得很認真 釣猴子這個遊戲 他兩個洞中間也是在看他們 測試他們兩個手他的穩定性 也讓他們訓練這個手指揮的作用 為了照顧你來中央 中央中央社區基盤在桌遊的活動 找一些中央的島上算桌遊 大家是算得很認真 心情也變得更開看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早上 早上時間大概11點到12點中間 我們會有桌遊 針對是社區大概65歲以上 獨居的或是生活比較困苦的老人家 或者說小朋友都去上班了 在單獨上班時間在家裡 這些65歲以上的長輩 我們邀請他過來這邊 參加我們的這些活動 那桌遊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辦了大概 這段時間我們有感受到 而且老人家變得比較活潑 然後也比較有其他原本不認識的朋友過來 他有聊天的對象 對他們來講其實是比較正向的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點 今年十月才開始基盤的桌遊多年 一開始也不是這樣順利 何嘉哉有立場到三天 苦放中央出門 長輩們一開始的時候 他意願不是很高 其實我們盡量跟他溝通 其實我們現在高齡社會 年輕人都要去探錢 長輩在家裡有一點不放心 一開始的時候當然有一些長輩還是會 但是最後現在看到他們來到這邊以後 大家玩得非常高興 透過這個活動讓中央可以走出來 不要每天都在家裡 每天都可以過到健康和快樂 新中華新聞 林壽金 中華 蔡宏伯德